维生素B6是改善睡眠,预防脑梗死的常用药,科学服用注意这三点,李大叔今年45岁是一家公司的中层管理,平常工作压力很大,经常需要熬夜加班,多年来他的睡眠质量一直很差,白天为了保证工作效率经常喝咖啡浓茶,到了晚上又睡不住,所以一直都有吃安眠药的习惯。 最近,李大叔在公司的业绩一落千丈,为此他更是苦恼不已,睡眠质量也严重下降,每天晚上躺在床上一两个小时都睡不住,于是他再次去到医院,咨询医生自己是否需要加大安眠药的剂量或改换其他安眠药,但医生在评估了他的睡眠质量后,叮嘱他先别换药或加药,给他开了维生素B6同服。 李大叔对此很是不解,难道这维生素B6还能治疗失眠? 一,维生素B6身体一旦缺乏有多可怕? 维生素B6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,岂可参与之类。 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某些神经介质的合成与代谢,还可以参与同型半光氨酸像氮氨酸的转化,以及参与糖原、类固醇、神经窍磷脂的代谢等。 维生素B6广泛存在于动物性、植物性食物内,如肉类、犬骨物、蔬菜、坚果类食物均有较高含量。 一般而言,维生素B6很少单独缺乏,多于维生素B2。 叶酸和维生素B12等维生素B组的缺乏有关,本身患有肾脏疾病、吸收不良综合症、自身免疫性疾病、服用某些抗癫痫药物以及酒精依赖的人群,出现维生素B6缺乏的风险会高一些。 当人体缺乏维生素B6时,身体会出现一系列的异常表现,如皮肤、粘膜损害。 引起结膜炎、嘴角裂纹、尿道炎以及非特异性臊氧性皮疹等。 癫痫发作、抑郁、精神错乱等中枢神经系统,周围神经损害,还可能会引起恶心、呕吐、虚弱、体重下降等全身症状。 二、小小维生素B6却能改善五种健康问题。 维生素B6在临床上的应用十分广泛,而且价格也十分便宜。 只需要几块钱就可以买到。 那维生素B6到底有什么作用? 可以治疗哪些疾病? 一、降低血液中的同型半光氨酸。 高同型半光氨酸血症是引发脑梗、心梗和关心病等多种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。 而维生素B6与液酸。 维生素B12等联合使用可降低高血压患者血浆内的同型半光氨酸水平,还能改善不良的血管内皮功能损伤。 降低血压变异性,从而预防脑梗死等心血管疾病。 二、改善皮肤疾病。 维生素B6缺乏容易引起舌炎、口腔炎、挫疮、湿疹等病发生。 补充维生素B6可以辅助治疗这些皮肤疾病,也适用于白电风、红斑狼疮的辅助治疗。 三、妊娠早期呕吐。 早期的妊娠呕吐可通过补充维生素B6来一定程度的缓解。 在孕妇孕吐时最好不要擅自服用维生素B6。 不少报道指出,孕妇长期或过量服用维生素B6可能会导致胎儿出生后出现短肢畸形的危险。 四、原发性痛经。 维生素B6可提高子宫肌细胞内的每离子浓度,减少肌细胞对外界活性物质的刺激。 让子宫可以松弛,达到缓解痛经的目的。 且维生素B6还能一定程度降低子宫平滑肌张力。 对原发性痛经可起到根本性的治疗。 五、改善失眠。 维生素B6缺乏还会引起中枢神经兴奋。 通过补充维生素B6可改善此症状,对缓解失眠有好处。 三、科学补充维生素B6牢记以下这三点。 维生素B6缺乏会给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。 但不建议盲目补充安全服用维生素B6。 这些注意事项一定要牢记。 一、注意药物的不良反应。 维生素B6属于比定类物质具有明确的神经毒性, 可能诱发周围神经病变。 剂量大的情况下,出现毒性的时间则短一些。 剂量小则出现的时间长。 一般认为,每日服用200毫克且持续时间一个月, 则会引起维生素B6依赖性发生。 每日服用2到6克持续两个月以上, 可引起严重的感觉神经病变。 针对一些长期每天服用剂量超过50毫克服用维生素B6的患者, 服药过程中出现麻木、灼烧等不适感。 要及时停止服药,并具医院咨询专业医生的意见更换药物。 二、优先选择食物补充。 正常情况下,日常通过均衡的膳食即可补充充足的维生素B6可适当多吃鱼、 奶类、加禽、豆类、坚果以及果蔬等食物。 保持膳食均衡即可。 三、不同药物相互作用。 在服药期间,要注意避免与环丝氨酸结合病的抗生素、 茶碱类药物、哮喘或肺部疾病的药物、 巴比妥类药物、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。 抗癫痫药物、左旋多巴类药物共同服用, 否则容易降低维生素B6的吸收, 还可能诱发一些不良的反应对健康不利。 维生素B6对健康而言十分重要, 但日常保持膳食的均衡模式即可满足需求, 普通人无需额外补充补剂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